徐良和云瑞 证然大战飞剑仙朱亮 和金掌佛禅 正这时候 来个拾木的老先生 这个人呢 还是算卦的 一边往前溜达 一边嘴里的念念有 词 汤汤 算灵卦 算灵卦 大流运卦 未不先知 不灵验 不收费 哪位算卦呀 汤汤 说着就来到出世地点 他来这地方 正好是左坤左少梁 领人竹扎的阵脚 这左坤回头一看就去皱眉 手提三极棍紧走两步 哎 瞎子 你往哪走 滚 你眼瞎你耳朵还聋吗 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 要把你伤着 你倒霉不倒霉 那边去 去 这石墓的老人门厅不走了 翻着两个大白眼根 在这发愣 自言自语地说 人心不古啊 什么事都有点反常 我说这位 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 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 又是个残疾人 你干什么 要五贺六的 要把我下个好歹的 你不觉得缺德吗 对 废话少说瞎子 快滚 我您这话又说错了 听着错人 别说短话呀 本来我是残疾人 你一张嘴瞎子长 瞎子短 你这么讲话 可有点过分啊 你就敢保 你这后半辈不瞎吗 哎 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啊 再者一说 你们打你们的仗 我算我的挂 井水不犯河水 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 他 他 算灵挂 算灵挂 哎 他说着还往前凑合 有两个庄客 不耐烦了 手中拎着棒子 就跳过来 那个意思啊 打算推这位老盲人 哪知的手 还没挨得人家身上 就见这老盲人 左手的青猪肝 望上一撩 蹦蹦 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 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 直着脖子 瞪着眼 温丝不动 就好像泥台相似 左坤一看 呀 我那这猪肝里头有什么 莫非 你是徐良一挡 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 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猪肝一晃 你也别动 蹦 神棍无敌 左少梁也动不了了 就见这位老盲人 得谁捕了谁 凡是被猪肝碰上的 全动不了 眨眼间 有三十多人 全都站到原地 其他的人全吓跑了 因此阵脚大乱 飞剑仙朱亮和金厂佛蝉 打着打着 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 用眼角的余光一看 我发生什么事 莫非 徐良他们两路派兵 抄了我的归路了 我可不能掉以轻心 说着飞剑仙把五金的拐棍 虚晃一招 撑 跳出圈外 金掌佛蝉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虚晃一铲 也跳出圈外 单手道提大铲 口诵佛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什么呀 正这时 这拾木的老先生 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 把唐锣往地上一放 两个手煮着青猪肝 一阵的冷笑 你们都听好吗 嗯 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 你是什么人 肉人 和你们一样 有血有肉 大活人一个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问你是谁 叫什么名字 方才 你应该用点穴方法 点住这么多人 哦 你问这个 朱亮啊 你是聪明人 怎么说糊涂话 你应该明白 我是哪头的 显而易见 我打你的人 我就是蒋平徐良那头的 好啊 老家伙你招鬼 朱亮蹦起来 赵这石墓的老者就是一拐 他认为啊 他非躲不可 嘿 想错了 这位石墓的老先生 一不躲 二不闪 盯着步 望着一站 把掌中的青猪肝一横 接了这一下 拐棍正砸到猪肝上 尔轮中就停下 把朱亮的五金拐杖 编起了有三十多口啊 朕的飞剑仙是绑壁酸麻 往后倒退了七八步 他这才明白 石墓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猪肝 而是五金的一条冰刃 从外表上看向猪肝 就见这位老盲人 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 照样谈笑风声 朱亮 佛禅 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挂 这挂可不好啊 你们俩人现在走备运 煮凶不煮击啊 但是呢 挂像之中还有火 进一步 山穷水尽 退一步 海阔天空 我希望你们二位 悬崖勒马 要不听 可危险了 朱亮一听 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 肯定是有来历的 因此他不敢打了 老先生 我请您倒个腕 怎么样啊 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 您把明信挑明白 到那时 我在考虑何去何从 阿弥陀佛 朱老剑客 言之有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看 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 和你们二位还了得起吗 飞剑仙 云飞子 朱亮 那多大的名望 金掌佛禅 那家在松山少林寺 金连掌站着一绝 可我是个残疾人 本来我不想报名 既然你们二位飞逼 那也没办法了 要问老朽 我家住冰山北极岛 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啊 叫雪朱莲 我是他亲师弟 人送绰号 医生罗响镇千坤 挥泻老人 我姓邹 叫邹瑞 邹化长 这玩意真是人的名书点啊 这个老头不报名 还自罢了 报名之后 再看飞剑仙朱亮 和金掌佛禅 连二句话都没说 把脑瓜一扑了 啊 你就是走老剑客 正式回头去 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 钻进山林 一溜烟不见了 拾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呦 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力呢 这一报名 就都吓跑了 好吧 日后有缘分 再见面吧 那位说 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 一点都不假 他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的亲师弟 周锐周华昌啊 助了名的 灰蟹剑客 本来他不瞎 他会这种功夫 把眼一瞪 气一闭 同人反背 你怎么看 怎么瞅是残疾人 可到时候 他把眼珠要转过来 比正常的人 锐利的要多的多呀 要是一般的人 都知道周锐的名声 因为他身份太高 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 那可知道 因此逃之遥遥 在前文书咱讲了 周老健客 路过绍华山 帮了方树安 爱虎的忙 指点迷途 大伙才到绍华山 抓住假虚良 没人家帮忙 这事根本办不到 那么周锐周老健客 是特为来给虚良 他们帮忙的吗 不 他是在这路过 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 巧了 遇上这个事给帮的忙 周老健客 本身有什么事 到后文书 咱再交代 但说 朱亮和佛禅 跑了之后 满天云彩可就散了 徐良和白云瑞 赶紧把刀收起来 把衣服捡起来 穿好 老少英雄一起过来 给周老健客施礼 周老健客 以礼相还 方叔安吉的最前边 我说老爷子 您可真有意思啊 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你没事装打门瞎子 我说您把您那眼珠 转过来行不行 我本来就是个盲人 你叫我怎么赚呢 算了 这事谁也别提了 我说 徐良啊 嗯 在 白云瑞呢 在 我听说 你们这俩小伙子 是后期之秀 了不起 了不起呀 不过呀 我要证告你们 解交 解造 我的话你们懂吗 我们懂 哎 人可不能骄傲了 傲者必败呀 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可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俩要一骄傲 就得身败名裂 别忘了 露脸和线眼 紧挨着 就好像一层窗户指 等这脸露的一定的程度 要保持不住 可就要线眼了 是是 我们记住了 好 哎呀 不耽误你们的事了 你们快点压着贾徐良回东京 老朽我还有点事需要办 咱们是后会有期 说什么也留不住 走老建客走了 这才叫高人啊 神龙见首 不见尾 来无踪去无痒 来得匆忙 走得还快的 蒋平把小脑瓜一晃 真高人也 比不了比不了啊 可这件事过去了 左昆他们怎么办 有三十多人 却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 方叔安过去 把腿抬起来 一脚一个 踢到一个穴道就破了 拿伤给捆上 后来把左昆也给抓住了 哎 这左昆呢 长了一张好嘴 见识不好 他是替泪横流啊 各位老爷 各位老爷 饶命啊 各位老爷 我是好人啊 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 我是个善人啊 可不过我倒了没了 认识个朱亮 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 这回求的我的名相 我不敢不答呀 这才给他当了帮凶 结果审犯了国法 到现在已经追回不及了 各位老爷高抬贵手 饶了我们 各位 大伙的手是个熊货 怎么办 不答呀 还得找人批笔 弥定罪状 给他送交有私衙门 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 蒋平跟徐良一上一算了 但能容忍 妾容忍 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 多个朋友 比多个冤家强的多 把他饶了 就这样把左昆给饶了 哎呦 左昆带领庄客 感恩不尽 非要把徐良他们 接到庄子里盛清款待 众人恐怕发生意外 也就谢绝了 这左空赶紧命人 回到庄子里头 拿了不少的好吃喝 用酒毒入 灌了不少好酒 另外呢 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 他怕大伙对他不相信 酒他先喝 肉他先吃 让大伙看看有没有毒 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拆官队 临行之时 他还赠送了一千两白银 蒋平说什么也没有 规劝了他几句 这才分别 咱们简短结束 离开大柳屯 赶奔开封府 这一段路 平安无事 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风秋门 蒋平等瞅着城楼了 眼泪掉下来 哎呀 没想到 还能回来啊 各位啊 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 方叔安挤的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嗯 我说两句吧 西湖间 清生丧命 大兴春 两世为人 呐 我各位 咱们是大难不死 必有厚福 在外呢 咱们都福大命大 造化大 回到京城 为好好祝贺祝贺 对应大好好祝贺 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 进了风秋门 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 来到开封府 开封府啊 早就得着信了 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 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 张龙 赵虎 王朝 马汉 董平 薛霸 李贵 楼清 耿春 杜顺 江帆 黄茂 李财 包兴 等等 都在府门列队攻后 一瞅着蒋平他们回来了 公孙策吩咐一声 放鞭 放炮 快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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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住在开封府附近的 以及往来的行人 围了个风雨不透 简直比耍龙灯 过春节的热闹 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近府中 徐良告诉公孙策 公孙下声 这个秋车里的装的就是紫面金刚王室 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 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 这个事 就交给你了 要押家抗管 三将军放心吧 跑不了他 来 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 这个王顺呢 没个跑 往死牢里他一关 三道大索 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 那还有个跑吗 单说公孙策 带着张龙赵虎 把老少英雄接近拆棺棚 校围所 这个校围所呀 分东西两面 二十间房子 非常宽大明亮 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 毫不拘束 窄帽的 脱鞋的 烫脚的 洗脸的 干什么的都有 大家搂脱脖子 大家搂脖子抱腰啊 谈不完的心里话 蒋平和徐良 简直有点 接应不暇了 公孙先生 瞅着白云瑞 还有几个人有点 发愣 瞅这几个人 眼生 蒋平 这才给做介绍 公孙先生 其实说起来没外人 只是没见过面便罢 你看这小伙子 长得像谁 公孙策一乐 太像白武爷了 对了 他就是锦毛鼠 白武爷之子 叫白君锐 新出世的英雄 人送绰号 玉面小达摩 哦 你是用瑞啊 孩子 我说这话 你别不爱听 你五岁的那年 我还抱过你呢 说话之间 公孙策眼泪掉下来 看着今天的白云瑞 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 心里热乎乎的 不是滋味 蒋平又把钟林 蒋昭 蒋小义 等等众人 都给挨个做了介绍 大家落座 吃茶 有人到里边给包的人送了心 哎 时间不大 大总管包心 乐乐呵呵来到校围所 朴连龙进了一抱拳 四老爷 徐三将军 各位 相爷听说 众位回来了 特别高兴 本来今天应当上朝 特位命人请了假了 如今 在书房工后 要接见众位 大家跟我请吧 大伙一听 相爷在百忙之中 要接见大伙 弄不高兴 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 把这个变装就脱了 头上有功名的 过去受封为官职的 全穿上官服 那像白云瑞了 方硕安了 钟林等人了 他们新来的 皇上没有加风官职 只好穿变装 大家分成了两队 赶奔书房 白云瑞这心 是非常激动 要看一看 局势文明的包青片 这时 包青把这门链 高高挑起来了 各位请吧 大家走进书房 一口包的人 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 来一百多人 显不出来拥挤 以蒋平为首 众人跪倒在地 纷纷给相爷问案 包的人身穿着变装 满脸是笑容 挨个给搀扶起来 各位辛苦了 请起 请起 四亿是相爷 徐三将军 嗯 相爷 你们回京的消息 我已经奏命 当今圣上 皇上龙岩大岳 欢准备在岳五楼 接见 各位 拜拜